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先邀請行政院院長 請行政院書院長 非常早 江委員共議員 謝謝 我想我們行政團隊也要加油 因為這一波的疫情 我想還在持續的演變跟擴大當中 所以先感謝我們所有整個政府團隊 在防疫上面的努力 當然國人的配合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想這是全台灣 所有的國人我們共同努力 把這個防疫做好 那作為在野黨我們當然 還是一樣正在監督的立場 希望政府在所有的 防疫工作上面 能夠做的確實到位 最後確保國人的健康跟平安 那 我相信院長應該有看了今天的報紙 今天的報紙 頭條的新聞大部分都有提到 昨天美國股市的大跌 這應該知道吧 昨天 包括美國的股市 還有OPEC Plus的減產計畫的破局 在這種雙重因素的壓力之下 其實全世界 包括台灣的股市 都大跌 台灣股市昨天下跌多少你知道吧 我們看到美國已經跌兩千點 都非常震誕 那台灣呢 台灣昨天跌了三百四十四點 也算是史上第三大 所以我要提醒院長要注意這件事情 當國際的 這個股市的變化 還有國內還有疫情 還有油價 其實都繳在一起 這中間還有更複雜的 供應鏈 鍛鍊的問題 消費受到影響的問題 失業有可能攀升的問題 它全部都繳在一起 這也是全世界大概 近年來啦 過去當然還沒有交通通訊 那麼發達的時候 或許有這種全世界的疫情災情 但是今天這一次的全球疫情 它造成的經濟衝擊 或者可能的經濟危機 可能都是過去我們沒有見到過的 所以我在這邊要特別提醒政府 如果我們沒有好好做因應的話 這個衝擊不會因為說 我們現在在疫情上面的管控 相對的比較穩定 而不受到影響 因為台灣本身的經濟 就是高度依賴外部的 跟外部有很大的相互依賴 包括跟對岸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沒有做好因應的時候 我擔心的是 到時候我們的經濟的傷害 絕對大於我們在疫情上面的受傷 所以我想請教院長的是說 這個面對啊 我想現在台股也已經開盤了 昨天的碟市 還有全世界目前股災的一個狀況 我們政府的準備到哪裡了 有沒有準備相關的因應措施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方面是很專業 那委員所講的我沒有意義 也認為應該這樣 那自己股市的景點 因為近期我們從一萬兩千點 下跌到昨天已經破萬一了嘛 對不對 已經跌破一萬一千點了嘛 一萬一 跌破一萬一 所以再來 如果美國的情勢沒有改善 加上現在歐洲跟美國他們的疫情是日趨的嚴重 義大利幾乎我們可以講說失控的狀態 他現在的死亡率也是最高的 義大利是七大工業國家 美國也是七大工業國家 中國大陸雖然不是七大工業國 但是第二大世界的經濟體 他們全部都繳在這裡面 所以這中間可能帶來的經濟衝擊 我想請教政府的是 你們的評估到什麼情況 還有這是每日的評估嗎 還是每週的評估 還是用什麼方式評估 為什麼 因為這涉及到 我等一下要跟你討論的紓困條例 還有整個紓困的經費 我們必須先知道你們用什麼方式來評估 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台股會受到這個 新冠貴嚴疫情的影響 短期這個是互相聯動 這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美股的大跌又來自於原油價格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突然增產 造成這個 現在原油價格下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每日都會注意整個台股的狀況 然後來做好一個相關的因應 那市場的機制我們當然要維護 所以最重要是看到有沒有看到一個非理性下跌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非理性下跌一個狀況產生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進去 什麼叫非疫情下跌 非理性的下跌 那你現在還沒有看到就對了 我想現在 所謂非理性下跌應該就是恐慌性 對像昨天的話主要是外資大幅的賣出 那現在開盤看起來現在大概是在八十幾點左右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狀況是還好 所以目前還好 所以相關的這些國安基金等等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台股有一個優勢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降息 拿在現金在手上甚至會有負利率的狀況 那我們的台股的現金殖利率來到3.9 事實上是蠻抗疊的一個市場 所以我對台股還是有信心 我長期來看當然還是看基本 你認為台股受全世界股災重創的狀況相對會低 相對會小 如果您看美股的表現大起大落 一下是一千多一下兩千 像這樣子的一個巨幅的震盪 在台股是沒有看到 台股在新年開盤之後跌了700點 事實上沒有一直完全的回補 但這都在一個小股的震盪之間來 相對來講我覺得我們的投資人在面對疫情上面 因為我們是深陷在 因為昨天最大的問題是外資 外資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但是外資是受國際聯動的 所以當國際不好的時候 這些外資也勢必受影響 雖然你看美國聯準會上週宣布降起兩馬 幾乎也無效 幾乎也無效 這才是令我們擔心的地方 那股市是經濟的櫥窗而已啦 櫥窗後面的供應跟需求 需求跟供應 這可能才是我們擔心的問題 因為短期都會受到消息面的影響 最主要就是兩個 一個是歐洲 院長跟主委 我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有這麼嚴肅的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在實體 不管是店面 民眾的消費上 我們已經看到幾個現象 第一個 很多的商品 或許台灣能夠生產 但是你的原料被阻絕了 包括我們的藥品 包括我們的中藥 這些你必須依賴進口的 或者即便你要自己生產 可是你卻沒有辦法在短期內 讓你的國內生產線 能夠恢復起來 因為這過去是跟國外有生產店之間的 嫁接跟連結的 所以在這個疫情的衝擊之下 旅行 貨運 交通 還有它當地的勞工就業狀況 全部shut down 暫停的狀況底下 我們就受影響了 那這個間接就衝擊到我們嘛 所以我才說股市它是一個櫥窗而已啦 背後反映的問題 這個是行政院你們真的要好好去評估的啦 我知道防疫很辛苦 第一線在這邊做防疫很辛苦 可是第一線後面的 院長你的後勤部隊 尤其你的經濟團隊 這個時候你必須get ready 因為這個衝擊會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不曉得你們準備好了沒 各位報告 事實上在美中貿易戰之前 我們這個經濟部的台商的回流 我想現在已經逐步看到效應 那有一部分的產業也有一個轉單效應 我想基本上 因為美中貿易戰跟這個又不一樣 又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 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不是說分散布局而已 而是你短期內受到衝擊 還有全球消費率下降 供應也下降 是整個萎縮啊 然後台灣的內部市場又相對這麼小 所以這回過頭還是我今天要請教院長就是說 我們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立法院在通過不管是紓困條例 在討論紓困運算 院長你知道我們討論的背石是什麼嗎 我們的基礎是什麼 你知道那個2月25號通過條例的基礎是什麼嗎 還有行政院通過了600億的基礎是什麼 你紓困 等於說你如果沒有看到你的目標 然後你要對症效耀的目標 那你要開解方的時候 這個藥效沒有效 會讓人家打折扣 因為你根本還不知道你現在的症狀會有多嚴重 院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這委員你講的就是不只是疫情 你看全世界都都聯動的 現在包括有產有果的作為等等 都會有 所以剛才委員所說 我說我沒有意義 意思就是說 這都是在我們注意 那我們也看到 這就陷入困局所以要紓困 好 對院長 當然我們知道先入困局 我們要知道這個困局有多深 有多重 有多久 因為在你的紓困條例裡面 你們也講得很清楚 四大原則 雨露均災 院長你應該會背了吧 這不是我講的 對 立竿見影 對不對 然後固本強身 加強弓箭 這都對 可是能不能對症下壓 我的問題是在對症下壓 雨露均災不難 因為你關一個振興消費券 他也要用另外一個建議 他 某一個人建議 那就納進去 或者就來考慮納進去 這雨露均災不難 可是我的問題在於 你能不能對症下壓 還有你的政策有多嚴重你知道嗎 院長你要先了解啊 這個病這個症狀在哪裡 他可能會有多嚴重 我剛剛講今天這個現象出來已經告訴你 2月25號 2月25號院長 我們那天立法院通過紓困條例 對不對 2月15號也才沒多久了 兩個禮拜左右了 還不到兩個禮拜 然後今天3月9號 狀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哪裡狀況不同 我們光從疫情的狀況 還不要談股市 還不要談經濟 疫情的狀況 當時2月25號 中國大陸累積的確診案例跟死亡案例 還有今天的不一樣 比較重要的是 中國大陸以外累積的案例 還有確診死亡 跟今天大幅不同 在2月25號 那時候啊 中國大陸以外 有33個國家有確診案例 總共是2140個確診 今天3月9號 中國大陸以外 有97個國家有確診案例 確診案例 24983例 增加了10倍 增加了10倍 好 所以在2月25號 我們通過這個條例的時候 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說 那時候的狀況 中歐大陸還是最嚴重的 對不對 其他疫情或許有擴散 但是經濟的效應還沒有出來 今天3月9號 我們看到了 全球的疫情的效應還在擴散當中 甚至有些國家 像義大利 歐洲這些國家 他幾乎失控 義大利是全球 旅遊人口最多的國家 光這個國家 一年就幾千萬的遊客 你說他經濟衝擊大不大 美國現在的死亡率幾乎是最高 所以 納斯達克 還有美國股市 昨天雙雙重挫 我認為不能只是看一個單日效應 加上油價的大跌到30塊美金以下 這已經是波灣戰爭史來最低 波灣戰爭的時候最低曾經到達19塊 19塊是什麼概念 一桶19塊美金 30塊美金 那個是相當相當便宜相當低的階段 當然我們可以講說 油價低對台灣經濟是有好處的 因為我們依賴石油進口 可是它相對也凸顯了世界經濟 跟全球經濟的不穩定 還有萎縮 這是我們的挑戰 這是非常大的挑戰 光這個紓困條例 我就馬上要問員長的是 請問當初估的600億的基礎 跟今天來相對應的時候 你600億要不要調整 是這樣 在我貴院報告裡面就特別講說 這一次疫情已經是十倍於SARS 那是當時 現在這個疫情更趨嚴重 對 而且如果委員有聽到指揮官陳時中的報告 就是說 大概第一波我們對亞洲的 這個我們挺過去 還好 這是斷考 可是 現在已經到歐洲 接下來歐美的 而且現在是從歐洲回來 這陳時中 部長都有在貴院 在答詢 站在我旁邊都講得清清楚楚 所以 現在我們是第二波是從歐洲回來的 這個我們更是戒慎恐懼 所以 隨著疫情的發展 我們真的是 步步為營 那影響也是一樣 現在不只是疫情影響 連產油果這個也加進來了 所以 那所以院長 所以你要不要對症下藥 對不對 對症下藥是 就說 只有對症下藥才能力竿見銀 對啊 所以我們第二點就講力竿見銀 就是要對症下藥才看得到效果 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沒有提到你寫與路均瞻 當然我不跟你討論這個 與路均瞻的意思是受影響都要幫忙 我覺得 我先希望說 也要求行政院 你先必須很清楚了解 我們可能受到的衝擊有多大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做過分析 做過模擬 做一個行政機關 尤其這個議題 你說有沒有涉及到國安問題 這個當然有啦 照理講 總統也要非常關心 這個狀況的變化 因為這個牽動的可能是 我今天沒有感覺 明天沒有感覺 突然之間啪 有可能全部一次都來 因為很多在市場面上面的 是表面上我們感覺上 好像覺得現在沒有大的問題 但實際上它都隱隱作動 供應鏈受到影響了 有些斷鏈了 原物料有些怎麼樣進不來 短期內也看不到 什麼時候能進來 今天爆出來 可能是說一些藥受到影響 中藥茶這些等等 有沒有其他更多的 國外的消費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他們的衝擊會有多久 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可是我們台灣本身 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們知道我們國內的市場並不大 我們必須非常仰賴外部的市場 所以受他們的牽連絕對非常大 控制疫情是現在我們最穩定的 我們那個控制到最穩定 可是接下來經濟上面的狀況 這個可能你們要超前部署啦 就你的超前部署 不是只有在疫情的管控而已 經濟面的衝擊的管控 還有損害的降低 你必須超前部署 可以做得到嗎 委員你講得很有道理 而我們也正式這樣做 其實在第一時間 總統就召開了國安會議啦 那這時候總統其實召開多次 那我們對於相關受衝擊 包括經濟面 我們都有深入討論 總統都有主持 那相關的這些變化 我們就是要由 譬如指揮官在第一線 那後面誇部會這個 都是我來主持的 提到指揮官 我們現在一級開設嘛 所以是由陳時中部長來擔任指揮官對不對 那您的角色是什麼 我就是協調各部會 譬如像現在這個口罩2.0 實名制2.0 這個也要好多部會 好多專業 這些就是我要 所以你變成協調 那指揮是他 不是啦他是第一線指揮官 那很多要誇部會 大家協力的很多事情 他不可能在第一線作戰指揮的人 你在什麼樣的狀況你會站上第一線當指揮官 你在什麼狀況底下你會站上第一線 一級開設擔任指揮官 一線的指揮官就是我派的啊 所以陳時中做指揮官也做得很出色 那我們就是集合所有部會集全國之力 讓他 那如果現在啊 現在啊 我們的一級開設應變 當然都比較著重在疫情的防範 跟疫情的管控 但是對疫情以外所連動的這些 經濟面的也好 社會面的也好 乃至於國安面的 請問這個誰來做指揮 經濟面這個 譬如說 我們不是講三個部分嗎 三個區塊 黃毅這個 陳部長他很專業 但其實也不只 我們還有專業小組 這些專家會議 進一步 我們紓困 振興 這個就很多事情 恐怕也不是指揮官一個人 啊這樣子 我們也要 所以院長不能沒有你的角色 因為我剛才跟你講 這個疫情 演變到今天 他絕對不是單純的一個疾病的防範 或者管控疫情的擴散而已喔 不是喔 他已經擴及到疫情以外所連動的經濟面 社會面還有國際面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我們必須看到院長的角色 你要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 陳時中在第一線指揮的是哪一些事情 包括他跨部會能整合的是哪些 其他的院長的角色是什麼 今天不是 並不是整個行政院團隊 是由陳時中來帶領啊 不是啊 所以 院長 你的角色 你也要讓大家很清楚知道 你做什麼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經濟面的衝擊 你的團隊在哪裡 還有 紓困上面 不要講說 這個 我要求太多了 2月25號通過紓困條例 您自己口頭也講 兩個禮拜內 把辦法弄出來 對外公布 到今天 我們也沒有看到啊 對不對 到今天也兩個禮拜了啊 也沒有看到你的辦法出來啊 對不對 光一個振興抵用券 這是很多民眾現在在關心的喔 到底我們的振興抵用券怎麼用 2月12號的時候 行政院發言人講說 這個不是消費券 是要搭配使用 要怎麼搭配 什麼時候要啟動 什麼時候要上路 然後呢 能夠用到哪些 到底能不能用到文化面的 能不能用到體育面的 不要每次磨一個人出來講 就增加一項 標準在哪裡 辦法在哪裡 何時啟動 如何發放 如何使用 院長 什麼時候可以決定 委員 其實 我一直 行政院一直有角色 但在第一線指揮官 陳時中做得很好 正因為 所有大家 一起支持 那陳部長做得好 就是行政院做得好 那另外 像 我們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就三大區塊 防疫 還要紓困 還要振興 這很多這一方面的事情 就不只是一個防疫了 就涉及到荒荒面面 至於你所講 這個執法 各部會都根據特別條例 但是這個有沒有期限 院長你有沒有給他們一個期限 這個就是你該做的 你不能說 立法院辦這個給你母法了 結果執法一直拖 不知道拖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那大家 大家對於這當中 不管是會約束到他們的 還是能夠有助於幫忙到民眾的 特別是在我們的產業 零售業這些等等 這個最近都受害很嚴重 夜市啊 還有一些零售的這些啊 他受影響都超過五六七成 你最近有去夜市走過嗎 這個有的還比這個嚴重 對啊 所以所以院長 我們才會很急於說 要知道行政院到底在這些 實際措施上面 你準備的如何 你不能無限期的拖延 因為疫情狀況的改變 國際情勢在改變 我剛剛都已經問了 那六百億到底符不符合現況 因為當初通過的基礎 跟今天面臨的狀況完全不同 那這六百億的紓困經費 還有那個紓困條例 未來行政院會不會再調整 會不會再修改 這是我今天質詢的重點 委員 剛才你一直要問執法什麼時候 這個禮拜四就好了 這個禮拜四會好 就是剛剛兩個禮拜 我在院會裡面也都已經要求 這個禮拜四我們宴會 這個禮拜四會全部出來 包括這個振興抵用券的使用辦法 都會出來 振興抵用券我給委員做一個說明示 這個抵用券我們不是有這個夜市商圈 有些要搭配異地消費的 有些不用搭配的 然後你問展演文化有沒有 有 一開始就有 院長我現在只想讓我們的民眾知道說 第一個什麼時候這些可以成型 可以開始來用 可以開始發放 這是民眾很關心的 第二個你那些使用範圍跟項目 請你明確的說清楚 明確的規範 你不是不能增加 但是誰來決定增加 標準在哪裡 因為你一旦發放之後 我跟院長保證 所有的民意代表 一定都會接到民眾的陳情 為什麼我沒有 為什麼我都不能用 為什麼他的可以用 院長這個問題你要準備好 好 那委員讓我說明一下下 委員你是資深的委員 你很清楚 要特別條例通過後 我們才能擬定特別預算 當然沒有錯啊 那很謝謝 那貴院正在審特別預算 聽說會很快通過 我們很感謝 那特別預算過 我們要根據貴院通過的特別預算 我們要擬定相關的這些資用 包括這個抵用件等等 那抵用件不是現在馬上用 是疫情穩定 我們要 所以是疫情穩定以後才開始用 鼓勵來消費 那問題疫情穩定現在幾乎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至少他不是現在馬上不是這樣 所以第一兩個前提 一個貴院要通過特別預算 才是來編列 本院立法院一定會通過 謝謝 這個是朝野很大的一個共識 大家在防疫在紓困上面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剛剛今天已經跟你講了 規模上面受衝擊念 你們必須重新評估 因為這一份評估跟這個紓困條例的基礎 是在2月25號 今天是3月9號 全球的疫情並沒有在2月25號或到今天 感覺上好像減緩沒有 甚至股市的衝擊 國際的經濟因素加大的在影響 所以我要求行政院重新評估這件事情 你也必須去檢討 到底在這個紓困條例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當初沒想到的 規模上也好 內容上也好 院長請重新檢討一下 做得到吧 另外我再請教 今天報紙有提到 當然應該也是決定的 就是這個 我們還在大陸武漢的 600多個台灣的民眾 是不是今天 是不是今天包機會回來 委員 讓滯留武漢的國人同胞 能夠早一天回來 是政府一直努力在做的 那我們一直在談的專機 第一 堅持三個原則 第一 弱勢優先 第二 檢疫優先 第三 兩力而為 那為了讓國人同胞 能夠早日回來 我們用盡心力 現在談已經漸漸有一個成果 那 這個有沒有確定 是不是確定今天執行 現在兩邊都還在做最後確定 哪一方面還沒確定 一確定 那個有指揮中心 會完整的向國人報告 然後最重要 要等到安全進入國門才算 好 那個院長 今天要回來的有多少人 明天要回來的有多少人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有沒有掌握啦 就我們這邊希望能夠運送回來 能夠讓這些我們台灣民眾回來的人數嘛 這是第一個我要關心的嘛 第二個 回來以後 我們的相關的準備或者安置 包括隔離這些 有沒有問題 好 我只要你回答這個 好 那委員 我特別給委員說明的就是 我們一談的就是我剛才講的三個原則 根據這三個原則在談已經有眉目了 那也會照這樣子 那今天是怎麼樣子我們的飛機去 或者怎麼樣子這個專機來回 這個應該確定了吧 我請陸委會 報紙上是寫說我們派華航去 他們派東航過來是不是 後面應該有的檢疫授事 都已經做了準備好了 來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其實都還在緊密協商當中 還在緊密協商 提到的人數大概就是四百出頭人 四百出頭 那將來還有六百多個 我想我們還是要穩扎穩打 剛剛院長也提到了 量力而為 所以這一波 如果能夠順利成行之後 我們當然再演繹下一波 那人數大概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四百出頭而已 就四百出頭 不過仍然還在 兩次嘛 你現在談的是兩次對不對 今天跟明天 是不是 所以總共加起來 確定的時間其實都還在 還在談 時間還不確定 但是現在的規劃的方案 有沒有什麼 有大問題嗎 我想很多細節還是要再確認 哪些細節還要再確認 我想整個的 剛剛院長所指示的那個三個原則 這裡面三個原則 有哪一個原則還談不容的 沒有說談不容啦 至少在協商談不容 委員應該借著 借著委員的關心喔 我們這樣說 其實真的拖了一段時間了 已經來到比較好了 已經來到比較好 算了 基於尊重 我們也不要說先給他講 就是 最後確定的時候 指揮官會 疫情中心會宣布 然後等到安全環底國門 才是最最最最最大的努力 我們希望這個 應該今天會比較好了 好我們希望這個可以如期 我們一直用這樣的努力 可以如我們的期待 讓我們在國安的這些台灣的民眾 能夠早日回來 最後一個問題請教院長 你贊不贊成18歲選舉權下降到18歲 被選舉權下降到20歲 這個18歲公民權我一直都是贊成 20歲被選舉權 而且支持的 20歲被選舉權 有公民權之後相關的很多法律 都應該配套修改 我們20歲被選舉權 好 謝謝 謝謝